你是不是 孔雀王社宴为仲仙洗尘 小事数你不去 偏跑来这里自己找酒喝 这多自在 主要这白鸟导的酒也不好 还不是我家阿英 自酿得离花点 怎么老小的臭丫头呢 等等 你怎么把殿下最真爱的 雀雨灯给换下来了 这可是今年七巧雀雨仙路上 寻得的稀罕物件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雀雨灯 雀雨灯 那日送他雀雨灯 我要跟他对峙 华叔七巧节不是痛症发作了吗 阿英果然没有偏望 我失念之念 无限谜局 还因此让阿英平白受尽委屈 真是荒唐 师兄 师兄 阿姐 快撤了这天伞的结界 放我们进来 快让我们进去 阿静 叶爽 吴静 他们是我大泽山师妹阿英 还有灵狐阿久 还请华叔殿下关掉姐姐 放他们入围 我们大泽山的遮天伞 为何会变成百鸟岛的结界 对 虽说我们大泽山是仙界巨拨 不过 半神的法器 如此珍贵也不过己见 俗话说得好 有戒有还 我们借出去的宝物 却变成了别人家的宝物 这如何是好 若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仙界他人有难 谁敢出手相救啊 阿英 这遮天伞 我已经送给华叔了 从未有不怀疑说 从此之后 遮天伞与大泽山再无瓜葛 一切功过荣辱 皆归于白鸟岛 你是不是昏头了 就为了向白鸟岛提亲 师尊给的神迹你都不要了 小师傅你别乱说 刚刚你没来的时候 蓝峰帝君已经当众 向华叔殿下求亲了 蓝峰帝君 蓝峰帝君 乱着干吗 快去道贺 去啊 那就恭喜蓝峰帝君了 这华叔公主呢 美绝三界 德才兼备 四海皆知 如此甚好 那就 忘蓝峰帝君和华叔公主 能够配得良偶了 多谢小女君吉言 若是华叔公主 当真答应了我的求取 我自会告知诸位先有 华叔之前的无心之师 还望诸位给我些薄面 就梦要再计较 好 古今仙君又有何事啊 孔雀王 前段时间两族交战之后 您与英王可是签了十年休战之约 没错 古今建议十年改为百年 如何 何何 古今仙君 这是孔雀族和英族的私事 你大泽山威望再高 也管不到我们北海之上吧 华叔殿下之前来大泽山 接遮天散时 可谓说过这是两族私事 十年之期如此短暂 若是十年之后 两族再起纷争 这英族定然不是 遮天散的对手 我大泽山本有门规 不会加入任何仙界斗争 但因为我私自出界遮天散 而导致英族战败 我必须要负责任 还望孔雀王 给我一分博命 若本王 不答应 若白鸟岛不愿立下 这百年之约 十年之后 两族再有纷争 我大泽山定会为了英族 拔劲而战 不 仙界的安年高于一切 好 那本王就答应你 百年之内 北海之上再无纷争 帝君和各位先有 为本王作证 本王一诺千金 绝不反悔 孔雀王莫怪 方才 恕古今渐远 诸位先君请留步 古今先君 我家殿下请您庭内一叙 你们找个地方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 若是不乐意 刚才就让她别去嘛 我哪有不乐意 她昨夜没来付你的约 并不是痛症发作 而是她约了 她约了别人 什么约了别人 别乱来 什么叫我乱来 我真的看到了 你不相信我 想来我对华叔 只是少年时的爱慕吧 而我对阿英 真的是看到她开心我便开心 见到她难过 我也会难过 这到底算什么呢 糟了 阿静定是还要念想 被我们这么一闹 在众人面前 让华叔下不了台 倒是断了阿静的后路了 阿静 怎么了 对不起 再你还没准备好 我们就让你这样知道真相 丢了面子 真的对不起 什么 我让你 是我让阿英和艳爽去的 你要怪 就怪我吧 你说这干吗 阿英与阿九 那不是 我怪你们做什么 瞧你那不开心的样 那我补偿你吧 神明不是和我们说 幽冥界有科无通数吗 我知道一个 不用上军资质 也可以进入幽冥界的办法 什么办法 在人界的长安 有一条可以直通幽冥界的暗道 虽然有规定 上三界不可随意进入人界 但只要我们不使用法术 影响人间 就不会遭受天前了 当真 你爱信不信 反正欠凤凤凰那一命的 又不是我 也算是个法子 我们试试 嗯 好森硬的节背啊 你闻到了吗 什么 很臭的味道 拿着 拿着 这什么 此物正是进入幽冥界的关键 什么意思 牛粪 快拿着 一人一个 这些乌鸦的眼睛 好诡异啊 他们眼睛里都是人间的噩梦 什么意思 幽冥界每夜派这群乌鸦 来人界收集最古步的噩梦 再由牛车运回幽冥界作为能量 因此他们有来往人界和幽冥界的专属通道 不会被察觉 极其隐蔽 八九 你真的很厉害 这些都知道 这算什么 我知道的事可多了 你要想听 我以后慢慢讲给你 还有别的 来了来了 我也知道很多 快点 拿下来 快点 快点 然后 你快点 跑 走 走 走 来 没事 快进入结界了 坐稳 这幽冥界竟然长这个样子 我还以为幽冥界都是阴森森的 没想到还挺不一样的 这幽冥界甚难进入 要进入幽冥界的条件又如此苛刻 数晚年间很少有外人可以踏足 这传闻自然也就不识了 从这里过去应该就是幽冥王的宫殿 走吧 走 凤隐县缘就在里面 三位亲指部 在下大泽山古剑 特来拜见幽冥王陛下 烦请通报 原来是古剑先君 实在不凑巧 陛下今日不见客 今日不见客 好 好 那我们明日再来 古剑先君 陛下明日也不见客 为何明日也不见客 真的想见幽冥王其实也不难 但是要先去那个地方 大泽山古剑见过修颜楼主 我与你师尊有过交情 这里我也受得起 这位邻居的内担竟如此残破 换寻掌县君早已殒命 可他卫表看起来却并无答应 真是奇怪 这修颜楼主到底是什么来临 怕是他的灵力已经接近半身 此等人物 为何从未在三界中要命 小姑娘 你对我的胃口 要不要留在游民间 你对我的胃口 如果愿意的话 我保你活千岁万岁 想一辈子服务 阿姨 你做什么 糟了 阿姨在为他输送灵力 不可 现在若有外力打断 恐死我阿姨姓名 这曲embina 说什么 你的 восп会儿 要求你们 那identia 就结束于知名 好 休想 我们是不会拿此换令牌的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单纯 对着小女军感兴趣 这样吧 我这有个棘手的差事 可以交给你们 我幽冥界的三生石 失踪落住了人间 如果你们可以把它寻回 便可以来我这里 换一枚特等幽冥王辉可令 但如若无法寻回 我便不想再忧冥界 再见到诸位 三生石 阁下可有线索 这人间这么大没有线索 我们去哪儿找啊 是啊 阁下不愿回答问题无法 阁下定有自己的理由 放心 我们会把三生石带回来的 是哪儿还找的 你别交流 先走 替我了 先走 这么大的人间 要上哪儿去找三生石啊 我早就看出了 这修研不是诚意帮我们的 不过好在 我早有准备 这是我在离开幽冥界时 搜集的一些三生石散布的领域 在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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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静 你这小脑袋瓜 开始变聪明了嘛 没大没小的 我们要开始变聪明 一直都很聪明 走吧 阿静 你看 这是什么 阿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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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你 牵马去 我牵马 凭什么样 就凭这是我买的 人间的规矩 谁付钱 谁老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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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马的 怎么停车了 豆豆还输他吗 少爷 我从用明界收集的 灵力太少了 只能指引到这儿 不过三生石 应该在这附近吧 这破地方 哪里像有 三生石的样子啊 阿姨 你用一眼石 看看能不能换眼神出来 是 来了 叶爽 这个应眼石果然好用 我正好领了人间令牌 为我父王在人间办点事情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 就使用一眼石了 你此前说要去无极洞探寻 可有下落了 无极洞内什么都没有找到 还算了 不提此事了 你们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我们想让你帮忙 找一下三生石 龙神 龙神 我等来给您献上祭品 请龙神笑纳 想复杨 也不想让你帮助 我登大我们前面 我们被杀帮助 和你帮助 走 阿姨 要搬就不明天 你晟了 我晟了 我晟了 都没没 在这儿 都没有 你晟了 你晟了 你融化了 我晟了 我晟了 你晟了 他可能做梦都想变成梦 没那么简单 怎么 嫁给我 不害怕吗 容婶 请 伊伊 死了 泥匠 放我出去 这东西快要 säga 吸盖我的灵力了 三叔石 我如何努力 始终无法跨过血脉这道门槛 我要花龙 吓噓 吓嗯 吓噓 吓噓 呓 吓噓 吓噓 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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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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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我要杀了你们 你们 你们 他们 你们 已经 欠编掉 这个 这个 力 我们 今天 我需要用你们俩的灵力 来祝我今生 我需要用你 笔墨浓淡 往事出默然 却已碰过往情的幽安 细时就容颜 细时与回首之前 谈杯酒轮转 但伞生不换 但自路的调性 一望相反 盼一生人满 盼来世情长 盼花开 花谢在宫上 随随随 小心 酵 你 啊 哎呀 呀 哎呀 啊 啊 怎么样 我没事 你呢 没事 阿易 方才我用主仆妻感应你 为何感应不到 可能是因为灵灯法阵 不对 主仆妻 好像真的结了 我试试 好像真的结了 我再试一下 你不用试了 是真的结了 我感受得的 为何 因为 因为 阿易 夜爽 糟了 三生石 三生石被我捡到了 反而好无损 对了 阿易 你方才想跟我说什么 你为什么 你受伤了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还等吗 行了行了 天都快亮了 赶紧回客栈休息吧 走阿易 佳芸在你 不可 我还有个惊喜要告诉你 没有主仆妻就是好 再也没有人能管我了 没有主仆妻就是好 我 能找到凌云山 我们就在那儿开剑仙妇 以后你就是有家的人了 以后我就是有家的人了 当初在九渊 你不是说要早日解开主护器 恢复自由之身吗 原来阿英迫不及待要离开我 她只想跟阿九一起去找你余生 阿俊 我今天就辞行喽 阿姨 你出来一下 我跟您聊几句 主护器解了你就那么开心 那么急着想走 主护器解了我当然开心了 不过 我答应过世尊会陪你找火风先缘的 所以 所以是因为对世尊的承诺吗 那就不必了 如今主护器也解开了 承诺便不作数了 那你若是一个人多危险 而且 我 如果让阿金知道我对想法 会不会更不想我留下 你什么 我是你师妹嘛 怎么说 我若是走了 显得太不仗义了 师妹 那我岂不是跟贤善贤助师兄 没什么区别了 我果然比不大阿九 那就算了 我若是真的遇到危险 师兄们会保护我的 你去吧 明日我就不送行吗 他只怕是视我入累赘 一解开出不起 就着急想要赶我走 不送就不送 那就各自尊重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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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没在 你告诉他就好 我和阿英 准备去找凝云山了 凝云山 我警告你 别跟过来啊 本殿下也要回鹰岛了好吗 十有空跟着你啊 走吧 正好跟你说一声 你过来一下 阿英是我道泽山的师妹 我不许任何人欺负戴门她 这还用你说 我自然会护好她 还有 她喜欢吃绿豆糕 你要记得给她买 知道了 还有 她喜欢喝酒 偶尔会有些失态 需要有人照顾她 好 我知道了 还有 如果你找到凝云山了 第一时间让我知道 还有事没 没了 还要走一点 三山石 快追啊 怎么了 没找到 没找到 再找找吧 快 本姑娘在这儿 你们还想去哪儿找啊 你就是三山石 是啊 本姑娘虽然感谢你们 从交友手中救了我 但我还不能回幽冥界 为何 当初我离开幽冥界时 可是发过不适的 要是我不能成为 给半神千鸿县的 天地月牢 我是不会去 给半神千鸿县 你们俩 先前有主服器 是万万不能相爱的 现在主服器被乔星解了 也就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了 所以 只要你们愿意帮我的话 最快一天 我就能完成任务了 但是 姻缘乃是人生大事 赵会不会太草率了 对 你们不用当真的 只要完成既定的仪式即可 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只要做这些假扮情侣 并不需要真的对对方有感情 好了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我去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加油 这咱们开始行动吧 走 等一下 我的卷仙路不在了 卷仙路 什么是卷仙路啊 就是阿姨的心仪南仙君 阿九 不准说 不准说 怎么了 就许你们男的惦记这个 惦记那个 我们女仙就不能有选择权利了 我说什么 阿姨 我觉得特别好 走 我帮你去找 可能是方才跑过来的时候 在路上丢了 我们原路返回 找找吧 不用了 我是说你们不用去了 我跟叶爽去找就好了 你们不用来了 那怎么行 你们怎么能分开 走 我们分头找吧 我记得就是在 你看到了 那你怎么想 你喜欢谁 我无权干涉 拿好了 下次别弄丢了 臭狐狸 不 这么让那臭狐狸有什么好的 不对啊 那不是安逸的 那不是安逸写的 哈哈哈哈 有点 无数 谁让你乱改的 我看你这些路上写的人 没有一个比我帅 就想着提醒你一下 怕你凑个最好的风景 你 好吧好吧 我错了 那 你能保留我的名字吗 不能 好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改 旁人是会误会的 谁误会 难道是古静 别忘了你可是和他也 没有 我跟他的主步器已经解开了 现在没有主步器能管我了 我想写谁就写谁 你也不必担心了 那 难不成那上面原本排第一的名字 是我的 果然我才是安逸心目中的首选 而且 其实那个隽纤路 阿姨 我记得你说看完画本之后 很想吃人间的美食 对吧 跟我来 跟我来 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帮你拿 人那么多 别走丢了 走 走 空吹奴欲花 偏线落花 而青莹悄然芸鸟 天涯 刑洞在月下 悄悄发芽 我在你眼神中融化 在我的心上便一道光 像耿骨的叶全都被照亮 人间在苍茫风却无常 多少你只这样在你身旁 不散场 这是什么 您请迎娶这只巧匠破制的竹蜻蜓啊 圆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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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想要 还有谁想要 我 我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比赛 开始 rise 快快快快 来 来 来 吃完喽 是 赢家已诞生 恭喜这两位获得本店竹蜻蜓 我的天哪 我们终于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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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差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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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人间的姻缘词 这个叫同心锁 只要把同心锁挂到这些红绳上 就代表两个人永远不会分开 许多相恋之人 都会来这里祈福她 挂这儿吧 挂这个 再上锁了 好了 我回那儿吧 你为什么把钥匙扔掉 扔掉之后怎么打开啊 不用解开啊 五进阿英 锁死了 风吹周月花 遍线落花 而轻盈悄然 云鸟天涯 心动在月下 悄悄发芽 我在你眼神中融化 来 过去 二九 夜双来 一日期限将至 快让我看看你们的成果 完成得不错啊 要催熟果子 就只有拿出我的终极办法了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者眠 有情人一起步入婚姻 就表示这段婚姻修成正果 所以成亲 是催熟炼元果最好的办法 那如果成亲都作假的话 是不是不大好 你别担心 只要换上这个衣服 完成既定的仪式就可以了 再说了 又没有三书六礼 这都不算数的 那事不宜迟 我们快点开始吧 等一下 阿姨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帮我拿下 阿姨 你可终于回来了 很适合你 这个 送给你 你把它买回来了 喜欢吗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我 怎么还受伤了 我去帮商铺挑了几车货 就赚了点钱把它买回来了 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没什么的 自己搬的 对啊 其实一个竹蜻蜓 也不值得要去做这些 怎么不值得 你那么喜欢它 我就想把它当作我的聘礼 送给你 三生石都说了 这都不是真的 所以不用去 虽然成亲是假的 但我对你的心意是真的 这是在 演戏对吗 阿姨 你在卷献录上写的第一个人 是我 对不对 其实我一直都弄错了一件事情 而且错得很离谱 我搞错了喜欢 这种感情 直到在白鸟岛上的那一天 我才知道 我想看到 戴上炫心凤冠的人 是你 阿姨 我喜欢你 我想纵然没有主仆气 能不能结一个姻缘气 让我们一直在一起 你愿意吗 你说你喜欢我 你没听清啊 那我再 我听清了 那我的聘礼 你愿意收下吗 我喜欢我 我欢迎你 我爱你 我期待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但没想到你 我爱你 梦未央 莫关落心上 如何不思量 星红尘桌 似是轮转 有你我同杀 在许言黄泛尘寻查 只想和你招来梦枉 看人间心霜 只想和你长肩受伤 眼上看月亮 别人故事无端等候 温柔不一场 终是我窥见了月光 快让我看看你们的练元果 太好了 我终于有机会成为天地月老了 是他们的红线断了 贤竹 贤 贤竹师兄 不可能 我从未听说过师兄有什么想好 而且那个婉月 仙境里没有这好人 这是一对仙凡恋 这个婉月是人间女子 这个贤竹是大泽山弟子 难道是 这名字上怎么有血光闪烁啊 糟了 他们要接受天法 天法 刘兰 不如想满 啊 岳刀 你就是 记得 倾竹 这位 我们想成功 和自己 今天就可以带走凤银的线缘 我们身上 我要的就是你这只水凝兽 一半的内丹灵力 陛下 阿英的内丹灵力乃是他的寿命 我们不可能用这个做交换 一只小小水凝兽的一半寿命 就能换凤银的两分线缘 这买卖怎么都不亏吧 两分 不是一分 阿静 如果我们有了这两分线缘 那凤银的线缘就有六分了 我同意 我不同意 阿静 不是 你听我说 就算是拿宝物坏 也得凑千年哪 到那个时候 凤银的肉体可能早就不在了 你就听他的 阿英 我不可能让你为我的错误 做出任何牺牲 不是 别说是五十年了 哪怕是一天一刻都不行 倘若他今天是要付出我自己的性命 来换取凤银的回归我再所不惜 但他要的是你一半的先缘 这代价我承受不起 我不同意这比交易 陛下 阿英的内丹灵力只有治愈的功效 我想陛下是想用来救人 对吧 那修炎楼 广拿各种祈宝 来换取与您见面的机会 想必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我愿拼尽全力 去三界收集祈宝 来助陛下救想救之人 但你若是想要用阿英的灵力来换 我绝不答应你 一直在 qued呀 送跟他了 还有遣热 陛下 你这就不想要 我最理想要断了 那两天 你我 그것做 还有 好 你的概念 贤猪师兄 跟你说 他这个人就是嘴硬心味 你们别介意啊 有空的时候 多来幽灵介招我玩 好啊 只要幽灵王不撵我们就行 三绅士 你之前说喜欢的那个半神 不会是 熬哥陛下吧 阿姨 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吧 低阶水凝兽的治愈力不堪一用 小仙兽还是莫逞能了 原来是青池宫掌公神使 红仇大人驾临 在下有失愿迎 见过红仇大人 没事吧 此乃青池宫的安魂丹 可修复贤猪仙君 仙缘离体之商 没机会 弦膳替大则山卸过神使大人 谢过神使大人 师叔 多谢沈氏大人赐药 可请古京先君出门一叙 我与先君有钥匙相伤 男人赐药行有病 随死不追悔 宛月姑娘应是早就预料够结局了 但她说不悔 是不悔跟献猪师兄 相守相恋过 也是不悔 为此做下的决定 你说宛月姑娘和贤猪师兄 谁最可怜 是已经灰飞烟灭 不复存在的宛月姑娘可怜 还是眼看所爱消失 有无法挽回的贤猪师兄 我只知道 宛月姑娘虽说她不悔 但贤猪师兄肯定是要在懊悔中 减熬一生 但如果再给贤猪师兄一次机会 我相信她一定会为宛月姑娘 再拼一次 再赌一回的 我是真的搞不懂 这些森严的戒心 除了让仙族 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到底还有什么别的益处 是啊 仙主师兄在幽冥界 寻找宛月姑娘的时候 该多通行几少 啊 抬青 我那时就在想 我想守好我想保护的人 你还记得 被三参十牵线那晚 我说的话吗 我想纵然没有主护气 能不能有一种姻缘气 不然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们明日就去演天殿节气 好吗 我愿意 阿姐 你放心 我定会护好你 守好你 找你找来梦忘 看人间心霜 只想和你长肩受伤 眼上看月亮 别人故事无端 等候 温柔不一场 终是我 推荐了月光 三戒全书 先戒守责 先戒契约全收入 主仆契 戒 因缘 戒 戒 金风玉露之源 截同心有板之怨 红线绑顶 终身因缘结成戒约 视为因缘戒 因缘继承 互为仙旅 扶持相伴 大道永宫 也没说什么细节 要不要算时辰呢 那要该怎么装扮啊 这么重要的契约仪式 竟然没有讲究 穿什么衣服比较好 是吗 有没有 是吗 是吗 现在才是 要救你 到路了 我们算是吗 你还要找人 啊 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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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发生了何事 红仇姑姑为何在此 小神君莫能 红仇提及忘游仙果 可助仙逐康复 阿易就同门心切 便要冒险一事 阿进 仙剑山崖突起咒风 阿易不过是受了些震荡 晕了过去 醒来自当无碍了 姑姑明知阿易先利少见 为何还要告诉她这些 难道没有预料到 危险会发生吗 红仇赤诚真心一片 做事若有不周全之处 愿效神君成处 阿进 小神君你 阿进 小神君你 我已给阿进打赏我的回应 如若她遇到危险 我会护她周全 小神君何等尊贵 卿为了一个仙兽 不许损伤自己的身体 打击 红仇姑姑 我对阿进的心意 护她周全的决心 你应该都清楚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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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游鲜果呢 汪游鲜果还在 葫芬 慶游鲜果呢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 嗯 我 我会好好休息的 明日还要跟你去节气呢 那还不好好睡觉 嗯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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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日就去掩天殿解气 我愿意 明日就去掩天殿解气 这情思 竟这般剑人 你不会忘记今天要干什么去了吧 你不会是还没起吧 起床了 你是不是忘记今天要去干什么了 起来 起 阿姨 你到底要清早干吗 我还想问你干吗呢 你为什么要喝酒啊 没喝酒啊 你没喝酒 我昨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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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我知道 一定是今日 你要跟我去节气 心里呢有一些紧张 所以才喝酒的 对不对 节气 这或许就是你与我大则善的缘分所在 我将你与古晋结成主仆器 正是机缘所致 不仅对古晋 对你也有一处 殿下 我还不能给你们解开此契约 阿姨 方才我用主仆器感应你 为何感应不到 主仆器好像真的结了 阿姨 你真的想跟我结气 你不后悔吗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个 我不会后悔的 你赶紧收拾收拾 我在门口等你啊 对了 你还是好好打扮一下 跟我搭配一起 结个气阿姨 搭配一起 这么龙肠 小心啊 我 来 来 走吧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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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阿姨 你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 跟男生相处 要懂得分寸 知道吗 我以为你要什么分寸啊 你啊 还是个未经世故的小仙兽 走吧 办正事 你等等我 和他来说 开始了 就这样开始了 自然节气不难 而且节气之后 你的水凝瘦真身 就不容易被外人发现 而且我们重新结的主步气 我们也可以随时断开 等等 不是主步气 是姻缘气 开始吧 什么姻缘气 姻缘气 其实随随便便就能跟人结的 你最近画本看多了 我清醒得很 是你酒还没醒吧 今天来结的是姻缘气 不是主服气 我根本就没喝酒 你怎么了 阿音 什么姻缘气啊 是你说你喜欢我 带我来结姻缘气的 你怎么了 我是喜欢你 但我们是师兄和师妹 这是一种亲人的喜欢 跟男女之前 有很大的分别的 我 我们在人间 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说是亲人之情 并非男女之情 在人间 那不是我们为了 帮三生十千构红线 假扮的吗 好 那你若说 与我说情话是演出来的 那你亲我呢 我亲你 你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不 阿音 我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但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 轻薄之事与你 我向你道歉 阿音 阿音 你在做什么啊 我们不能这样的 你冷静 冷静 我不相信 阿音 我能不能再跟你说说 阿音 大则山的弟子 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冒冒失事地闯入 小神君的房间 你有何解放 小神君 他的每一次晋升 真神的血脉 对他的影响 就会越来越深 对三界的眷恋 也会越来越济 所有的私欲情练 对他来说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你跟他之间 根本就是不可逾越他 何必纠缠 公公 你这是在做什么 小神君息怒 我是看这个丫头不知分寸 纠缠于你 也困扰于你 于她也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就严明了您的身份 希望她能至难而退 所以 你真的是小神君 阿音 我不是刻意要瞒你 只是一贯如此 大家知道我的身份之后 难免会有所顾忌 我也一直想找一个 合适的机会告诉你 阿音 阿音 来 上次你拿回宁云山残土 我们便带着风铃犬 凭残土而寻 终于找到宁云山的下落了 便在此处 宁云山一直藏在 仙妖边界的幻阵林当中 太好了 终于找到宁云山了 谢谢长教师兄 我这就出发去宁云山 去吧 对了 师兄 我今日去找阿晋 没有寻到他 你可知他去哪儿了 阿晋已经去了天宫 这段时日都不会回来 他是在躲我 阿音 阿晋希望你 好好照顾自己 我会的 那我就先去了 阿晋 掌教师尊 叫我和几个师兄弟 陪你一同去宁云山 帮你开荒打理 你干吗不要呢 你一个人去多无聊啊 也没人照应 谁说我是一个人 这不有阿语吗 他会陪我的 我去宁云山 也是想理清楚一些事情 你帮我多谢师兄 他们的好意 阿九回妖界了 小师叔也去了天宫 你现在也要离开 去宁云山了 这大则山啊 一下子就冷清了起来 一点也不好玩了 阿九回妖界了 就前天 我看他一个人 闷闷不乐地 从房间里走出来 就问他干什么去 他说他本身就是妖族 在仙界终究是待不惯的 哪知他灵云一灯 真就这么走了 阿九也真是的 走也不说一声 这里终归不是他的家 但是小师姑 你别忘了 大则山永远是你的家 掌教师尊 也是这么让我跟你说的 等等 他真的要交托 能也不可能 对 睡不着啊 要不陪你喝点 明日就要去天宫了 还是清醒点吧 其实我也想不明白 在人界 古今明明对你那么深情 还总一心护着你 所以你也觉得 他对我是真心的 对吗 无论结果是什么 哪怕他高高在上 我 太爷总要娶媳妇的吧